Nicodewood 各位同學 很抱歉 因為今天這個授課的劉士傭老師 他在他們所裡,就是看中原院 有重要有業務 他要出國 就在剛剛來這邊匆匆忙忙一下 就已經去趕飛機了 那 他就请我来帮他带这个课这样子 你们有上学习有上我的课吗 哦你 有西方医学史 西方医学史这样子 那大部分是没有 因为好像你要选不同领域的课 你是哪个系的 啊 护理 那 所以他请我来带这个课这样子 那 所以今天由我来讲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史与所理上人 中央那个历史语言研究所 那我做的是医学史 就是主要是这个 西方的医学史 那主要是这个19世纪英国的热带医学史 还有就是说 英国在中国一些医疗活动的历史 那上个学习也是开那个西方医学史 那今天就是 因为刘史勇老师临时请我来带课这样 所以我就这个临时上证这样 那他今天他这个课程是要讲这个 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初期的西方医学 比如说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 你们读过《利马斗汤若旺》嘛 那耶稣会士来中国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要到中国传天主教 那 可是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说 他们是用引进西方的这个科学 然后打进中国的宫廷 就是比如说 什么主要是科学的天文学 那为什么是引进西方科学 为什么是天文学呢 因为 中国的利 你知道利法 那个日利的利 就是说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使用的这个日利 跟这个地球这个运作 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差 那 传统上中国的朝廷要什么 祭天祭什么 就是按照事实节系要来做祭祀仪式 那这个跟所谓跟这个国家的国运是有关的 是一个皇朝正统有关的 可是那个利法 传统的这个利法就是说会不准 越来越不准 所以要校正 可是在中国那个时候天文学出现了一些困难 就是很难去校正这个东西 那耶稣会士就引进了这个西方的天文学 来做这个利法的教证 用这个方式来打进宫廷 然后就说在明末 然后在清初 来帮协助教定利法 所以青天见的官员等等 找耶稣会士来 来担任这样 可是后来呢 到了乾隆 到了雍正的时候 因为所谓礼仪之争 就是说西方出现了这个所谓宗教改革 跟反宗教改革 然后他们对这个教条的这个 解释越来越严格 然后早期的耶稣会士会适应中国的民情 比如说容许一些儒家的一些祭典 容许祭拜祖先 可是后来教皇就禁止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在中国宫廷内也有一些敌人就对了 因为他们站到一些官位 那传统的这些中国官员 也有一些是反对他们的 尤其传统的这个术宣 这个算学家 天文学家有些是反对他们的 所以呢 在乾隆草呢 就是为了这个礼仪的问题 然后包括 这个教皇的权威的问题呢 就是闹犯了 然后耶稣会士就被赶出去了 然后传教是被禁止的 不是乾隆 在雍正的时代 那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时候 是有带进一些西方的医学 比如说解剖学的知识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泰西人生概说 就是西方的解剖学 对于中对于这个人体的构造 跟中国有些不太一样的看法 那比如说 中国跟在中国经脉啊 这些什么五张六幅 这些说法有太一样的看法 然后呢 比如说那个 他们有带一些药物来 那个康熙皇帝曾经得虐疾 然后吃了那个奎宁好了 这样很高兴 然后后来那个 也把那药吃给他的一些臣子去吃 这样子 可是基本上 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就是说 主要是接剖学知识 然后主要是这个一些药物 然后在宫廷当中 可是就是说在乾隆 在这个雍正的时候 他们就被禁止传教赶出去 然后呢 清代就是说跟西方人接触贸易 主要是局限在广州一地 一个贸易港 然后只有特定的季节才能贸易这样 透过一个行会 半官半商的一个行会的系统来做贸易 可是让我们就知道后来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些事情 鸦片战争开放这个通商口岸的通商 然后呢 开始允许这个传教士进来 欧洲人在这个定居 然后呢 第二次的这个英法联军之役呢 又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 然后呢 允许在内地传教等等 所以呢 西方的 现代的西方医学 是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中国这个条约体系的建立 通商口岸的建立 然后呢 这个西方人这个 开始又可以在中国做 传教定居商业活动等等 才又进来 那 现代医学呢 他在中国的活动呢 早期呢 他跟我们就说 他在中国做很多活动 可是这些活动是为了什么 然后呢 是怎么样性质的活动 那 跟我们今天的医学 有什么不太一样 那他的差别是这样 就是说 第一个 他当他的欧洲人先到一个 海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往往第一个关心的 不是说当地的 怎么改改善当地人一般的卫生状况 或者是说 怎么建立一个普遍的医疗体系 当然不是这样 他第一个是说我要了解这个地方 我要保护欧洲人在这个地方 西方人的这个健康安全 我的商人 我的士兵 我的外交官 我自己人 到一个新的环境 有一些疾病是可能是 我不熟悉的 那那个时代呢 我们现在会讲说 因为他这个疾病的环境不一样 他可能比较缺乏 对某些疾病比较没有免疫力 可是那个时代不是用那个理论架构来看 他会说是气候跟体质的关系 很像中医在讲水土不服 我欧洲人的体质到一个东方的气候 我可能容易生病 当地有一些特有的疾病 是我罕见的 所以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来 调整我的生活起居 我的作息习惯 我安排我的居家环境 来使我比较不会感染当地的疾病 使我怎么适应当地的风土环境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收集很多关于当地的资讯 就是说 什么地方是疾病横行的 有什么疾病在当地特别多 然后呢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 然后呢 还有 就是我要怎么了解这个地方 所以这牵涉到知识的建构 比如说中国人比较容易得什么病 欧洲人在这个地方 又比较容易得什么病 白人在这边比较容易得什么病 然后中国人又比较常得什么病 有什么差别 什么疾病在这个地方比较横行 为什么会这样子 季节的变化容易带来什么疾病 那当地的气候是怎么样子 可能会有什么 当地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当地人的生活习俗是什么样子 而这些事情 这些状况 跟我的健康状况 跟我的卫生状况 会有什么关系 所以资讯的收集 建构有关当地的知识 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而这个跟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欧洲人来到 为了鸦片战争 你说为了卖鸦片 其实不只是这样 它是为了要商业 贸易跟外交关系 那所以呢 他的这些活动 会跟他的这些 他所关切的政治经济的利益 是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我要保护我军队的安全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随时会跟中国政府起冲突 可能要不要在这里要用兵 而士兵的健康 在49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军事医学在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这堂课会花不少时间讲军事医学 因为这可能是各位 比较不熟悉的一个题目 因为各位就是说 今天各位都是在这个 阳明大学是一个一般医学教育体系 然后呢 可能你们不是国防医学院 国防医学院可能会多讲一点这种东西 但是就是说 军事跟医学的关系 其实在49世纪是非常密切的 那比如说 疫情的这个疾病的房子 传染病的房子 那时候叫疫病 epidemic 鼠疫 鼠疫 祸乱 在49世纪我们在他们的报 这个欧洲人的报告里面有谈到祸乱 谈到麻风 谈到鼠疫 谈到这个商寒 甚至还有谈到这个登革热 那 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注意这些东西 除了会影响到欧洲人健康之外 对贸易会有很大影响 他为什么要设立通商口岸 他要跟中国人做生意 如果疫情在一个海港爆发的话 当时欧洲已经开始有这种简易制度了 各位听过Quarantine这个字吗 Q-U-A-R-A-N-T-I-N-E Quarantine 这是 隔离简易 这个字 你没听过 Quarantine Quarantine这个字是 在这个文艺复兴时代 这个威尼 意大利的城邦 提出来的一个字 从拉丁文的事实来 这句话大家 Billy 这个这个审计来的 有没有懂法文 这里有没有学过法文 不可能学法文 有没有学法文 法文是希望 你用英文来词 二和一个 Web 二和一个 四十 那什么意思的就是说 外来的船只 洋区来的船只跟人 到我这个城邦的时候 我要先隔離他40天 他才能卸貨 人才能上岸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當然疾病都有潛伏期 那個時候不知道 可是他們那時候覺得說 他可能會帶著傳染源 沒有發病看起來健康 可是我讓他在崗裡面 我讓他不上岸40天 該發病的大部分都會發病 所以40天沒發病 我才知道你這些人是安全的 我才讓你的貨物上岸 然後讓你的人上岸 那這個是在歐洲的黑死病的時代 發展出來的一個做法 可是呢 像英國這樣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這個 把中國的門戶打開 最重要的是英國 英國是講自由貿易的 當時是所謂日部落的海軍 也是一個工業革命之後的 歐洲的一個最重要的工業國家 外銷的大國 海運的大國 如果說這個港口有了疫病 英國的貨船 船隻他要這樣被檢疫的話 對他的商業利益是很大的影響 對不對 我當然希望我的船 越快到達那個港口 越快把貨卸下來 交貨收錢越快越好對不對 隔了40天 或者不管是多少天 四十天或多少天 這個耽誤 對於貿易的利益都是一個傷害 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在意港口的這個衛生狀況 在意這些傳染病的這個傳播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部分的利益所在 那他在中國的活動跟這也有關係 這個醫療 今天各位的 那這個跟帝國就有關係了 當然各位會講說 比如說各位在陽明大學學醫學知識 當然會講到說傳染病的預防 疾病的預防是很重要等等 可是你不會說 我們醫學知識的重點就是在 怎麼去檢疫啊 怎麼去防止疫情在這個地方 散播嘛 不是吧 因為我們今天覺得在台灣碰到很多 都是慢性病啊 長期的照護啊 老人的疾病問題等等 可是 在那個時代 這個東西變成是他一個很大的重點 不只是因為那個時代 是個傳染病很盛行的時代 也是因為貿易的關係 因為這個 國家的帝國的擴張 這種很多人的來往的關係 也因為英國的政治利益 使他非常注意這些問題 歐洲國家列強的政治利益 使他們注意這些問題 好 那第三個 跟啟蒙教化醫療傳教有關 各位大概都會聽到很多 就是說 醫療傳教的故事吧 就是說 很多這個 很多 比如說不管在台灣也好 在很多地方 第一個 把現代西方醫學帶來的是傳教士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比如說 最早西醫來台灣是這個馬雅各 聽過沒有 James Maxwell 在打狗 第一個來台灣的醫療傳教士 開醫院 蘇格蘭人 張老教會的 或者馬街在加拿大 加拿大傳教士馬街在 這個北台灣拔牙傳教 對不對 聽過這些故事吧 那 19世紀很多傳教士來到外地傳教 他傳教的話 他就是要跟當地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他們常使用的手段就是醫療傳教 可是他們在醫療傳教當中 過程當中也要告訴人家說 我們的醫學是好的 比你們當地的醫學更好 這才會有效果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往往說 我要讓你信仰真正的救贖的宗教 是基督教 同時我也希望你接受我們西方的文明 科學 所以有一種啟蒙教化的一個功能 各位懂我意思吧 你們不要再迷信這些中醫中藥了 不要再去什麼跟基督拿藥 跟道士拿藥了 那你們也不要再去拜偶像 你們也不要再信上帝 所以他這些活動 是跟這些事情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跟我們今天 各位在日常生活接觸到醫療 是不太一樣的 各位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有一些 特殊的考量跟目的 他的醫療活動 是跟這些活 這些其他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 好 那哪些人來中國呢 我們可以大略把它分成三個團體 一個就是醫療傳教士 他們來傳教 他們是醫生 或者是他們是這個 他們有的是身兼牧師跟醫生 有的是這個 這個教會僱用的醫生 那第二個呢 是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外國部隊的軍醫 英國跟法國這些國家 跟清大清帝國打很多仗 部隊一定會有派有軍醫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主要團體 而且呢 即使不打仗的時候 英國的使節團 也會有派軍醫 跟他們使節那個什麼 領事館 常會有派軍醫 駐北京的大使有派醫師 然後呢 英國的艦隊 在英國取得香港之後 英國的艦隊 其實隨時在南中國海巡視 維護它的貿易利益 驅干海盜 南中國海本來是海盜很多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在楊子江 現在在長江 很多通商口岸 它的軍 它的戰艦其實是定期巡益這些水域的 所以有人會說不平等條約 因為它的戰艦可以巡 巡益 這個中國的水域這樣 那這些都有軍醫在上面 他們會 他們有時候會治療當地的歐洲人 有時候會幫當地中國人看病 有時候會跟傳教士合作 到傳教士的斟酌 醫院去幫忙 都會的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沒有被注意到 可是其實人數其實相當可觀的一個團體 那另外就是中國海關的醫療勤務 那這是比較特殊的 你說海關醫療勤務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是中國海關 為什麼會有西方醫師 這是因為在英法聯軍之役之後 簽訂天津條約 英國 訂了一個規定 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長 必須要由英國籍的人來擔任 就好像台灣現在的關稅總長 像說 有個條 美國跟你訂個條約說 關稅總 你們中華民國的關稅總長 必須要由美國籍人士擔任 那這個被認為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 這個 英國人在中國最大的利益是貿易 他一直覺得以前中國那種行會系統 腐敗 沒有效率 妨礙貿易 所以呢 他就是說我要派個英國人來管理中國的海關 那來促進貿易 建立這個現代化的這個 現代的這種貿易體系 管理這些貿易 當然他有這個他的力 符合他的力 比如說他關稅就不會把它訂得很高 各位懂我意思吧 進口貨物的關稅就不會訂很高 可是呢 這個制度變成影響很大 每個通商口岸都有海關 那這個總稅務司長他是英國人 可是他不是英國官員 他不是說我派個殖民官員來管你 聽命於英國政府 不是 這個總稅務司長 是總理各國雅門下面的一個官員 也就是說你中國人要任命一個英國人 來當你們中國政府的官員就對了 那這個人呢 後來影響力很大 尤其是有一個叫 Robert Hurd 中文版的 Hurder 他是個北愛爾蘭人 然後呢 從這個 當了這個總稅務司長 當然好幾十年 一直到19世紀中 一直到二十 差不多18六 六幾年 1860年代末 一直到 當到二十世紀初 然後呢 影響很大 他們說是在北京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外國人 他把這個海關 建立很多現代化的海關制度 包括設燈塔 調查水文 設立這個 建鐵路 設立電報系統 郵政系統 所以他就說 表面上我管這個海關 其實 其實他是跟中國洋務運動 有很密切的關係 幫這個自強運動 什麼購買這些 軍艦啊 設備啊等等 那 海關後來呢 在英國人管理之下 很有趣就是說 這認為是不平等條約 可是呢 在英國人管理之下 海關變成稅收增加很多 因為他的管理 好像是比較有效率這樣 所以到後來 他變成 清政府在晚期 他在 一個很重要的財務來源 比如說後來什麼 八國聯軍啊 什麼這些 戰爭 賠款 甲午戰爭 很多賠款都是用海關的稅收 來當 來當職押來賠的 所以他讓清政府可以延續 可能讓他多活了好多年這樣 有了這個英國人管理的海關 所以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這是中國現代史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那 賀德就在海關設立一個醫療前務 他要在每個通商口岸 都要至少派個醫官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講過 他主要的利益是貿易 他既要幫中國人管理這個港口 又要維護這個貿易體系 所以他派這個醫官 負責 注意當地的衛生狀況 他後來還辦了一個報 一個期刊 半年刊 叫做海關醫報 Medical Report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那從1872年一直發行到1911年 那成為中國這段時間 一個 最早的一個全國性的西醫的刊物 那 包括很重要的發現 我們如果去你有上我課 那個Patrick Manson 那個所謂熱帶醫學之父 發現那個蚊子會傳染疾病的這個發現 都是在這個地方前面 這個刊物就會 報導 他是在廈門做這個研究的 所以呢 然後 也有一個刊物 然後他對當地通商口岸的這個健康狀況有紀錄 包括疾病 當地人常見的疾病 外國人常常罹患的疾病等等 所以這是第三個重要團體 那他們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一個是中國的氣候環境 對歐洲人健康的影響 那個時代還是相信這個氣候對體制會有影響 水土不服 所以你看海關醫報 那些醫官花很多時間 紀錄這個平均的什麼雨量啊 氣壓啊 這個氣象資料 現在這個海關醫報有人把它掃描上網 是放在中國氣象歷史資料網 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些醫官要紀錄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相信 氣候的變化跟疾病的發生有關係 當然我們今天會說 當然是有關係啊 所以冬天就會流感啊 夏天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輪狀病毒 會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叫什麼病啊 輪狀病毒 Rotavirus 那叫什麼 小孩子那叫什麼 腸病毒 Rotavirus 口跟腳的那個 那 可是那個時代不是這樣想 因為那個時代並不 就是說很少用微生物什麼去解釋這個東西 他們認為是氣候的變化會 直接引起疾病這樣 歐洲人為什麼到非洲到印度容易生病 我們今天會說 因為他們對當地疾病沒有免疫力 可是當時會講說水土不服 所以他們要了解氣候狀況 以及他們要怎麼去適應這個氣候 第二個就是研究中國人的個人衛生 跟都市公共衛生 他們每次都講 中國多髒啊 什麼這個 這個堆水肥 他們最怕水肥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疾病脹氣說 這些水肥會帶來疾病這樣 中國人到處就是 常常水地大小便啊 糞坑 糞便堆很久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可能會引起疾病 可是我們怎麼還都沒有得病 就很奇怪 那 花很多時間去探討中國的都市環境 中國的建築物 是不是通風 會不會帶來疾病等等 他們寫很多這種報告跟觀察 還有呢 治療中國病人 研究中國特有的疾病 比如說 他們認為中國跟印度 是全世界麻蜂最多的地方 那麻蜂病會不會從中國跟印度 又傳回到歐洲 他們很關心這個問題 到底麻蜂病是遺傳病還是 還是傳染病 在中國做了很多調查 這是他們做的一些活動 那最後呢 那推廣西方教育跟蒐集中國的傳統醫學知識 他們開始觀察中醫 很多最早的英文的中醫史 我專門關於中國醫學的一些翻譯 本草綱目的翻譯是 結義啦 是那個漢口的一個 漢口的一個 漢口的一個 一個衛理會的 那個 Wesleyan的這個 醫療傳教師叫Porter Smith 翻譯的 那比如說 有人開始在寫這個中國的醫學史 黃帝內經講了什麼 上海論講了什麼 開始在紀錄中國的醫學理論 了解這些東西 然後呢 也治療中國 也在中國設立學校 那比如說這種 最早是學徒制 因為這些醫療傳教師一個人來 他其實需要一些助手 幫他翻譯 幫他處理一些簡單的疾病問題 開始訓練學徒 後來開始有人在設立學校 那比如說是 很有名的就是說 康德黎在這個 香港設立華人西醫術院 第一屆的畢業生 包括孫中山 有人認為這個學校是後來 香港大學的前身 那比如說 在這個南台灣 的海關衣冠 一個叫Mayer的 那個這個 W.W.Mayer 他在台灣也開始訓練 學生 學生 而且呢 英國式的訓練就是說 他呢 還要從香港 從那個 其他地方找人來 出考題 幫他們考試 然後呢 學生呢 也不是台灣當地人 因為他說台灣當地人 英文程度太差 這種說法 從那個時代就開始了 所以他是找 找那個馬來西亞 跟那個香港的學生來 華人來台灣受訓 很奇怪 然後呢 就是說 教這個 教這個學生 然後呢 就對醫療教育 有一些熱情 然後 所以 也開始有這種 很 很學徒自視的這種 醫學教育 這個是 當時一幅畫 其實是有彩色的 但是我沒找到彩色的 就是說 這是 這個人是叫Thomas College 東印度公司 的一個醫生 然後在澳門跟廣州 幫當地的華人看病 這在做什麼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怎麼樣 用這個繃帶綁住眼睛嗎 然後呢 這是這個醫生 這是他的華人助手 他在幫他 他剛幫他眼睛手術之後 把他的眼罩拿起來 從見光明 然後這個女生 這個女人的小孩子 跪下來 送他這個感謝狀 那我們後面會講 他是這個 第一個中國的 傳教醫療組織的創辦人之一 但是創辦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走了 他是個 有基督教信仰的一個 他不是 他不是個醫療傳教師 他不是個牧師 但是他在東印度公司 服務 然後在澳門跟這個 就是廣州幫人家抑診 希望能夠由此來傳教 那為什麼是眼科呢 因為割白內臟 讓人家這個 可以看見 重現光明 是一個蠻 風險小 比較 割白內臟不太會 把病人移死 然後呢 可是 效果很明顯的一種治療方式 傳教師常常他們喜歡看眼科疾病 割白內臟啦 或是用那個 那個 那個 消化癮去治療眼睛的感染啦 等等 是常見的一種 在中國的行醫的方式 那 第一個團體 醫療傳教師 其實他們在 前面講 這個Thomas College 1820年代 1830年代 就在中國 這個看病 也有其他 東印度公司的醫師 在那邊推廣這個 牛痘接種 因為中國人是接種人痘的 各位聽過人痘嗎 對 就是用 人痘的話 就是用 人的天花 感染過天花的人 他可能病情比較溫和的 把他那個 結痂的痂 保存一年 時間之後 再來感染下一個人 那這樣對方有免疫力 有時候他是用把它磨成粉 然後一點點把它吹進那個小孩子的鼻孔 有時候是那個 這樣 為 補育過那個 得過天花的小孩子的奶媽 去補育下一個小孩子 那 可是這個風險很大 因為你可能 你覺得這個人 疫情 變形很溫和 可是下一個人可能就很嚴重這樣 那英國人在鼓吹接種牛痘這樣 那 東印度公司的這個醫生有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可是最早來的是一個Peter Parker 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的醫學系的學生 跟神學院雙學院未畢業的 然後是美國的這個長老教會的一個神職人員 然後是這個他們的這個美國傳教組織派過來 到廣東在廣州成為第一個醫療傳教士 來傳教的是以英美為主啦 因為有幾個原因就是說 第一個 英美那時候是比較有錢的國家 比起法國的天主教會 那法國的天主教會比較重視的是做 傳教的重點比較是設立孤兒院跟學校 策略不一樣 那英美的話常常是醫療傳教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英美那時候有一段新教的這個復興運動 叫大覺醒或者是說這種福音運動 讓很多這個年輕的醫師有這種傳教的熱情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說 英美的醫師生產過剩 他們都是比較自由放任的國家 然後證照制度很鬆散 然後醫學院設立很容易 像英國的話 他的醫師的密度在那時候是法國的一倍 所以有時候在本土生存也不是那麼容易 往海外發展 所以英美的醫療傳教是比較多 通常是英美醫師為主 那他成長很快 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開始成長 那天津條約開放內地傳教 就不只可以在通商口岸傳教 還可以到內地去傳教更多 所以1874年有10個 1905年變成300個 越來越多 然後1876年有16家教會醫院 24家dispenser也像診所 他們叫私醫局 中文發生私醫局 那1889年就有61家這個醫院 跟44家私醫局 私醫局就是像門診這樣子 給藥然後簡單的治療 醫院是可以住院的 那還有很多美國的這個醫療傳教士 是女醫療傳教士 為什麼 因為在那時候在英國跟美國 對女醫師的歧視還是很嚴重 女醫師好不容易就說 在英美好不容易在49世紀 本來醫學院很多醫學院都不收女生的 他們才慢慢打進這個醫學院 開始爭取到女性接受醫學教育的受教權 可是進入醫界之後呢 還是困難重重 因為醫學界當時對女性還是很排斥 可是傳教組織很喜歡用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希望跟中國婦女傳教 而中國婦女覺得男女受受不親 結果他們覺得尤其是上階層 下階層還好 上階層 皮特帕克的女病人 病人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婦女 所以也不是那麼嚴重 可是大部分是下階層 可是上階層的婦女 基本上不太願意讓男醫師來看病 所以很多美國的女醫師跑到中國 來當醫療傳教士 變成他們一個出路 這是耶魯 這個展覽耶魯到廣東 這個也是皮特帕克的一個畫像 那他的中國助手 拿著刀子在幫他割白內障 他訓練很多中國助手 幫人家割白內障 那 這裡把他展 這個 很有趣耶 他其實主要做的是外科 可是他們都喜歡把自己展示成 那時候的 剛才醫師的畫像 就把他畫成一個 拿著書本有學問的讀書人 這樣子 雖然其實他是外科為主的 那傳教醫師最常做什麼 就是眼科疾病 從見光明的一種戲劇性的醫療 還有宗教效果 他說中國人得眼科疾病很多 那為什麼 他們有很多解釋 我們今天會講說因為衛生環境不好 可是他們會說因為中國 他們會說中國風沙很大 因為中國樹都被砍光了風沙很大 所以特別容易得眼科疾病 還有中國人當然他們也會講 衛生習慣不好很髒 這是另外一種 還有中醫沒有效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說很多中國人得了病 會在理髮師那邊治療 拿一個東西去刷 然後去夾那個眼瞼 結果造成病情更加的惡化 那所以他們常常就是治療眼科疾病 可是他有效果 第一個就是眼科疾病 我們前面講風險小 不太容易醫死人 可是你治療白內障這些疾病 那時候已經有白內障手術方法 西方已經研發出來了 馬上可以改善視力 那個效果是很明顯的 所以很容易讓人家幸福 他們說那時候在中國以外科為主 為什麼 一個當然就是說 內科很多是要靠藥物 其實那時候很多藥物都還沒有 我們今天熟悉的藥物 抗生素啊 這些藥物都還沒有 所以很多內科的疾病 他不見得比傳統中醫有效 可是西方的外科 在十九世紀已經 就是說很多 有很多很 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 他們的外科是進展最快的一個領域 所以呢 常常說外科 那比如說割除巨大的腫瘤 通常是良性腫瘤啦 那他說中醫沒辦法 他們說那腫瘤很大 然後我把它割了 馬上改善 當然很多是所謂良性的 什麼脂肪瘤啊 肌肉瘤這種的 就是說 割的時候改善 可是也有些惡性的 那邊有記錄到一些割的腐化 像乳癌 也有 那 災除結石 膀胱結石 膀胱結石會 影響排尿 會很痛 可是 那時候他們已經有 那種器械跟手術方式 可以把它有效的拿掉 這很 很戲劇性 就是說效果很明顯 然後 你要 你要讓人家信服你的 醫術是比較好的 要達到傳教的目的 即刻的改善 還有巴雅 另外就是接生 他們很喜歡幫人家接生 為什麼 因為 接生的話 你接生一個 成功接生一個嬰兒的話 就會讓 整個家裡人 變成你的朋友 各位懂我意思吧 這個19世紀 英美的醫師在開業的時候 接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接生其實風險大 又花時間 今天不是說婦產科跟外科 什麼是什麼 四大接控嗎 還是五大接控 因為風險大 時間長 有時候 比較困難的case 要接生很久 可是為什麼他們喜歡做這個 因為 你成功接生了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 跟他的媽媽 跟他的一家人 可能未來 都是你的病人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說小孩子可能接下來 有什麼問題就會來找你 他媽媽也會來找你 他的家人也會來找你 所以你要開業 成功開業的話 這個在台灣你們大概比較難理解 因為現在才是醫院體系為主 可是在一個開業醫為主的體系的話 一個人去開業 一兩個人去開業 接生是很重要的策略 另外還有就是說 預防孽疾 發奎寧粉 我們講過說藥物不多 可是這個是少數有效的 奎寧 可是呢 也會有一些後遺症 我們後面還會講 那前面講那個 那個Peter Parker 這Peter Parker正好跟 智書人同一個名字 但他不是智書人 他是醫師 他跟澳門的 這個東印度公司外科醫師 Thomas College 就前面那個 反化那個 女生跪在他面前那個 還有在傳教室 畢志文 在1838年 創立了中國醫療傳道會 這是中國第一個 西方醫學的組織 然後開始在基督教的傳教 那他們縮體很好 他說 中國人很排外 對外國人很懷疑 也不覺得外國的文明比較好 可是呢 跟中國人行醫 可以促進他們 跟外國人之間友善社交 因為醫療能夠超越 種族跟文化的繁離 他說每個人都希望脫離病痛 這個你不需要 即使有文化的差距 醫療的好處 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你跟大家講說不要拜你的祖先 然後要信這個宗教 中國人其實一開始 基督教傳過去的時候 中國人其實很困惑 上帝無所不能 那他為什麼要讓他兒子被殺 被定十字架 為什麼有個人又是這個 這個 像這些事情 中國人很難理解的 什麼三位一體 還有什麼聖餐 什麼耶穌的血 耶穌的肉 我來吃我來喝 這什麼意思 這個對中國人來講是非常難以理解的 然後呢 要他不拜偶像 不可以拜祖先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文化上的一個衝突 那 尤其是不能拜祭祖這件事情 好 可是他說愛好安寺 期待接受健康使人 願意放棄成見 然後呢 儘管中國人很排外 但是這些法則還是適用他們 就是說你讓他們得到健康 去除病痛 就可以有助於去除他們的成見 所以呢 這裡有一種啟蒙的教化的意味 他說 如果能夠派一支由慈善外科醫師組成的軍隊 然後呢 虧失中華帝國 那麼無知跟偏見的障礙都會一掃而空 那就好像英國的鐵甲船跟大砲 把中國的門戶打開一樣 外科醫師也可以幫傳教的阻礙打開這樣 然後呢 他說 科學這個工具可以掃蕩崇拜偶像的信仰 因為用科學可以讓醫教徒改善 改信基督教 用科學來證明他所信仰的宗教是虛假謬誤 而鋪下真理的道路 我們今天會講說科學跟重要衝突 且律略被教會抓去審判 達阿文跟基督教會 演化了不是基督教會衝突嗎 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 他們相信就是說 科學跟基督教是沒有衝突的 傳教師相信就是說 他們相信所謂自然神學 科學讓你知道大自然的奇妙 他們有個論證說 我們的眼睛構造這怎麼 他說 你如果在路上撿到一隻手錶 你看這個打開來 那部機械裝飾這麼精緻 準確的報時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偶然之下的產物 一定是有人去設計它 去建造它的 那你去解剖你看眼睛的構造 比手錶不只要精密多少倍 那顯然是有一個比人類的能力更高超 不失多少的人 那這一個 一個being 一個存在 來設計 建造這個東西 你拿到錶你都會想到 說這麼精巧的東西 一定是 不是一個自然的產物 是一個人 那眼睛這個構造更加精巧 多少倍 那一定是有個大能的神 來設計這個東西的 他們叫自然神學 所以在他們想像中 他們的想法中 宗教跟科學並沒有衝突 而我如果能夠證明 我的醫學比 你們中醫 或者是那些 他們想說 中國人都是什麼到 廟裡去求籤啊 積童啊 道士來治病 這根本沒有效 如果我證明 我的傳教士的醫學比 你們這些東西有效的話 我也可以順便就打倒你們這些偶像 因為我的神 比你們神有效吧 你們現在是假神 然後我的真神 然後我們帶來的醫學是真的 是科學 所以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呢 要做到這一點就是很戲劇性的手術 然後讓他們信服西方醫學的優越性 Peter Parker在廣州行醫 他找了當地一個西洋繪畫的中國畫師 幫他畫病人的畫像 這些畫像大部分都在耶魯大學 在英國也有一些 油畫 手術前手術後的 這不是只有醫美診所會這樣做 那個時代就已經有了 這個是 病人的這個 腫瘤 你們現在已經看不到這樣子了 因為不會等到他長這麼大 可是他在那邊才碰到這樣子 三四十幅 可能還不止 都是這種很驚人的這種腫瘤 這個乳癌 這個已經 今天看起來應該是 末期的 但是就是說 這個中國婦女的乳癌 那他做了很多這種 我找找一個就是說 他手術幫人家截肢 就是手長很大的腫 把整個手切掉成功的一個例子這樣 所以都是這類的手術 然後呢 眼科手術 讓人家重現光明 有宗教的意涵 新約故事 他們覺得他們是在模仿耶穌的榜樣 新約故事有很多耶穌治療疾病的 讓瘸子走路 讓失明的人重現光明 重現光明 有這種啟蒙 看到真理的這種意味 所以他們很喜歡做眼科手術 然後他說 成功結實摘除手術 能夠以最強有力的方式吸引人的注意力 Peter Parker也是最早把麻醉素引到中國的人 就是說 那個麻州總醫院第一次 這個牙醫師跟外科醫師合作 牙醫師 就說提出這個用乙迷來麻醉的時候 然後再讓一個外科醫師來幫一個病人 這個 處理他這個腿部的這個 這個 abscess 那個農氧 那兩年的時間 Peter Parker就引進了 把他引進到中國 所以很快 一年多時間他就把他引進中國 先是用乙迷 後來用那個chlorophone 那他又說 哇這個 手術的時候很多中國人來圍觀 然後呢 這個被手術人說 他像做了一場夢一樣啊 什麼之類的 還有人覺得這個吸的 吸的 吸的路防感覺很好 要再多吸一點啊 什麼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 有很多這種很spectacle 像個 奇觀一樣的一種做法 那另外一個 John Dalgian 這是北京的一個醫療傳教士 也是蘇格蘭人 他說 他呢 他在這個 找病人來之前 他會 比如說 換燈秀啦 然後 他說可以用電器攝影 他很喜歡攝影 他是也是把 最早把攝影引進中國人 一個人之一 然後秀他們攝影的這個攝影術啦 這個照片 秀他們照片啦 秀他們用各種科學儀器來吸引中國病人 他就會推薦 這個magic lantern 就是那種 有點像換燈片這樣的東西 來吸引他們 所以 你可以發現很有趣 就是有點像是這種 眼鏽的奇觀跟意料結合在一起 各位懂我意思吧 那在中國社會 這東西在哪裡 不是那麼罕見嘛 像說 打拳賣膏藥 你們聽過這話 打全賣膏藥 早期西方的這種走方醫 也常常這樣 就是說 牙醫師 尤其牙醫師 或外科醫師 或這種賣藥的 常常還帶著馬戲團 或劇團 一邊表演 表演完之後 就說我可以幫你拔牙 我有什麼靈丹廟 可以賣給你 那當然他們這些人是正規醫師 可是他們也用這種手法來吸引病人 然後傳教師也帶著藥物到器材遊走外地 然後在廟城 或路邊 馬路邊找個空曠地來招攬病人 然後呢 他說 要在任何城市成功開業建立名聲 就是要到四處的村莊走動 探訪病人 為他們探診開咬巴巴牙 做簡單的手術 然後告訴他們 哪裡可以找到我 所以他必須要到處去遊走 然後先做一些簡單的手術 然後招攬病人 各位聽過馬接拔牙的故事吧 馬接拔牙的故事聽過沒有 馬接在北台灣傳教 他很重要是靠拔牙 那他裡面這個 他的回憶錄有講就是說 他的做法 向下做法就是先找個廟 所以很有趣 這個基督教的傳教師 在找廟來傳教 在廟城前面 然後呢就是 就定位 然後呢在十階上面 在廟的十階上面 開始唱聖詩 吸引人注意 然後就說我們可以幫人家巴牙 然後呢 你如果看那個照片 巴牙那個 那些人是這樣排一排 然後馬接呢 馬接其實他沒有醫師執照 他也不是亞醫師了 他只是簡單受過一些訓練 然後後來去加拿大受了一些訓 然後買了一些巴牙器材 就是巴牙 然後他就說 拍一拍 然後就開始一個一個拔牙 然後拔完牙之後 他說 你一定要把牙齒還給那個人 不然心中會有懷疑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同學說為什麼 蛤 什麼 因為中國人相信 身體法復受腐 就是他身上的東西 不能隨便的 給人家拿走 不只是這樣子 有沒有人知道 還有沒有人要 同學 其實是跟民間信仰有關 他們相信 華人 現在你們大概不太熟悉這些信仰 華人相信 你如果有時候 身體部分被人家拿走 比如說頭髮 牙齒 會被施法 那這些人在傳教 他覺得搞不好是有什麼邪教來施法 在乾隆時代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叫教魂 你們有沒有讀過這本書 教魂 英文 他是英文書翻譯 Soul Stealer 乾隆時代有一個很有名的教魂案 就說開始有謠言恐慌 就說有那個外地的這個走 有生人 道邪道 銀生邪道 他說會偷偷去撿別人的辮子 撿了辮子之後拿去施法 然後這個人就受到這個邪教的控制 然後乾隆聽到這個謠言 鬧越鬧越大 乾隆就派地方官員來查 可是怎麼查都查不到這個施法的人 可是已經地方就惶惶不安這樣 那我們剛剛看到之後說 有時候歷史上常有這種案子嘛 就是說有一個什麼謠言對不對 陰險大的恐慌 可是怎麼查都查不出根源 對不對 那乾隆時代發生過這個案子 人家就說這個案子其實是清朝 那個歷史學者 哈佛的大學可以寫了Phil Kuhn 他寫這本書他是要談成說 乾隆盛世到了鼎盛時候 其實在那個時候清朝已經開始出現 由盛轉衰的一些跡象了 社會緊張包括就是人口的膨脹 都市化 然後那個糧食的供應 跟都會之間的關係等等 開始有一些問題了 然後社會開始出現 那種貧富之間的問題 開始有一些緊張關係 所以很多謠言 這個謠言其實 聽起來像是歷史一個奇怪的插曲 那他這本書討論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皇帝很重視這件事情 一直施壓他的官僚要把人抓到 可是就是抓不到這個人 那就是說他用這個來討論 就是說皇帝的權力到底有 權力有多大 那個官僚體系到底有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抗拒這種 就是說其實是 他要他抓不到 變成一個不合理的要求 兩邊再拉去 到底這個皇帝跟官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是怎麼樣 彼此怎麼制約 那另外一方面來討論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謠言 為什麼會引起這些恐慌 就是說 那他討論這個社會 是有什麼緊張關係 有沒有叫魂 到底有沒有這些僧人 其實不知道 因為從來沒抓到這些人 從來沒抓到這些人 從來沒抓到這些道士 可是 會出現這種謠言 會引起福音的恐慌 可能是社會 有某些的緊張關係 跟問題一樣 才會這樣子 好 那這個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的社會 處在一個很動亂的時候 跟外國人有很多緊張的關係 這些緊張的關係 在於哪裡呢 第一個 比如說 很多法國天主教會 他們要求歸還以前的財產 雍正把他們趕走之後 就把很多教會的財產沒收了 那 要求歸還 可是財產可能變成人家的祠堂了 變成地方的學校了 所以就引起很多衝突了 第二個 傳教士來傳教 叫人家不可以敬拜 不可以祭祖 不可以拜偶像 跟當地的道觀地方寺廟 也起衝突 也跟當地的儒生起衝突 尤其是跟當地的士大夫 因為傳教士他說 我實在是掌握真理的人 要傳你真道 就跟士大夫這種 傳統地方領袖的地位起衝突 傳教士有自外法權 不受中國法律官下 他們如果 所有外國人在中國如果犯的罪 是由當地的領事館來審判的 這是條約規定 因為他們說中國人很野蠻 動不動就把人家砍頭 或刑囚 或什麼什麼 還有什麼什麼 千刀萬刮 各種可怕的刑法 他說不符合歐洲文明的這種刑法系統 所以 外國人在中國犯罪 不可以由中國的法院 不可以由中國的官府來審判 要由當地領事館來審判 可是這就造成一個後果 就是說 領事館通常 有些很嚴重的衝突 什麼外國水手在中國打死人 領事館就說 好吧 關個幾天讓它 unbredent water 什麼叫unbredent water 就是說 不能吃太好 就只能吃麵包跟清水 關個幾天就把它放了這樣 這種案子很多 印象很多不滿 那傳教士呢 就是因為這樣 常常跟地方官員平起平坐 甚至跟地方官員施壓 仗著這個條約的這個 還有這個外國的領事的力量 還有呢 就是說 開始很多中國的不孝分子 去信基督教 為什麼 就可以仗著教會的士 比如說他在地方人家有糾紛 土地糾紛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然後呢就是 參加這個教會 然後就叫傳教士幫他去打官司 那 這個很像這個我們的土地徵收一樣 就起衝突了 還有呢 比如說 一個村莊有廟會 要演戲嘛 要拜拜對不對 大家都要出錢 有人信了基督教之後 這一家就不出錢了 其他人的負擔就增加了 所以這些都引起很多緊張關係 各位懂我意思吧 然後呢 所以醫療本身 會引起一些謠言 他說牙齒如果不還他的話 可能會引起謠言 那這不是假的 這有很嚴重的後果 漢口的醫療傳教士 就是那個翻譯本草 Gamona Porter Smith 他說 我們的工作遭到各式各樣的反對 有人把毀謗的告示 貼在醫院大門上 散播下流惡毒的污衊 破壞我們醫院美好的民生 重傷我們 什麼樣的謠言 他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 湘亞這個 這個也是耶魯在 耶魯大學在這個 湖南傳教的這個 傳教士 他就說 任何來自西方的人事物 都讓中國人深刻的厭惡 那代表醫院一開設 醫師的動機 馬上就會成為 人們討論批評的話題 多數時候都會流傳 這位醫師如何 沉溺於各種恐怖作為的 害人謠言 內陸醫院尤其會出現這種狀況 什麼樣的謠言 瑪雅各 台灣第一個 醫療傳教士在高雄 他說呢 台灣的每個地方都會遭到 神棍、街頭醫師 跟排外官員的敵意 說我們在這個秘密下毒 謀害 以及犯下其他罪行 1867年 他的醫院就被攻擊了 有個中國傳道人被打死 台灣傳道人被打死 出了人命 那什麼樣的謠言呢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1870年 在河北的大明府 凡校內容說 外國傳教士挖中國人的心臟 跟眼睛來煉丹 做鴉片 然後呢 吸取中國年輕男生的精液 跟中國女性的精血 來煉春藥 還有用藥迷婚 中國婦女教育槍暴 還有帶領信徒做集體 做亂倫 為什麼會有這些謠言呢 因為第一個 做禮拜的時候 男女混在一起 然後中國世代婦女 這很不合理 第二個就是說 外科手術 切割 然後呢 那個揚州 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案就是這樣 就是 有個外科醫師 他大概幫那個 婦女把那個死胎取出來 他把他泡在玻璃罐裡面 做標本 有中國人看了 哇 拿這個小孩子 胎兒來煉藥 謠言就傳開來了 結果中國內地會那個 Herderson Taylor 一個英國傳教士 他其實本身也是醫師 他是沒有在行醫這樣 在傳教 他的教會就被攻擊了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導致揚州的領事必須要帶這個 英國的海軍陸戰隊到這個 揚州去鎮壓 施壓鎮壓 變成一個很雜的衝突 這樣 那 Herderson 英國外交部就調查這事情 Herderson Taylor 就說 他們三播各種謠言 說我在教堂裡面 把小孩子烤來吃 我根本沒有做這種事啊 這個 就這樣 那 非常普遍這種謠言 不見得都是針對醫療傳教士 可是很多 美國歷史學位Paul Cohen 估計在1860年到1900年間 有數百件的教案 需要勞動 中立各國事務要門 高層處理 也就是中央政府要出來處理 地方政府處理的上千件 他說 尤其在科局考試的時候 這種謠言特別多 為什麼 因為世代夫跟傳教士衝突最厲害 世代夫又掌握印刷文字 所以那些科局考試 往往就發生暴動 然後攻擊教會 這個 到後來就引起這個 義和團 各位都聽過了吧 其實義和團 那時候的謠言 就有很多種謠言 還包括外國人帶來乾旱 什麼之類的 甚至到1920年代 謠言還很風行 那時候美國醫療傳教士 這個 Paul Adolf 在1929年提到 他在中國北方的時候 遇到他 整個人都對我們的作為 深感懷疑 他們聽到許多關於我們的故事 像是外國鬼子 到中國去挖小孩子眼睛來製藥 再把製好的藥送到外國去 很多啦 就是說 那個 這個 有個尼維斯 John Nevers 就是在山東傳教的 張老惠傳教士 很有名的傳教士 他寫過很多關於 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叫Helen Nevers 美國傳教士 他太太叫Helen Nevers 寫過中國紀文 講到很多這種謠言 講到很多這種謠言 然後呢 他說說 他太太記錄到 聽到的謠言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外國人 會把中國人 集體騙去穿上 然後最後 運到 香港某個地方 你這樣拿出來 就開始練鴉片 練成鴉片 就賣回中國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謠言呢 因為 在廈門 在廣州這個地方 都有這種 苦力 苦力 你知道吧 輸出苦力 到美國去修鐵路 那種艙工 那 很多人是被拐騙過去的 而且 那些 不肖的 外國商人 那種 我們講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 人力仲介 就跟當地的中國幫派結合 所以有些人是被強迫 被拐去的 被 被強迫去 被賣掉的 所以 有 所有的謠言都是這樣 會引起 會有影響力的謠言 都會有真的元素 跟假的元素 混在一起 它不會是 憑控虛構的 尤其是本草綱目 我們 施育所兩個禮拜 下個月會有一個演講 講本草綱目的 人治部 各位都聽過的是 本草綱目吧 中國 中醫的寶典 有時候 有些 健康食品廣告 還有本草綱目 講說什麼 洋奶是什麼 溫和的飲料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本草綱目 還有一個人治部 裡面記錄很多人體可以做藥 包括 銅尿 包括 這個什麼 包括人的骨頭 包括木乃衣 都可以拿來做藥 其實西方有這個 以前有 在二利八正 period有種傳統 什麼木乃衣可以紙筆血 西方人相信 木乃衣把它磨成粉 流筆血 就撒一點 筆血就會紙了 那 西方在這個 十六十七世紀 有很多這種奇怪的藥方 那本草綱目有很多這一種的 彩聲則歌 就是拿別人的內臟來做藥 來煉藥 煉丹這種的 是中國有這種 以前有這種人藥的傳說這樣 所以這種說法很容易引起共鳴 那偏偏外國醫師在中國 主要就是 歌嘛 外科嘛 這是當時 這個圖現在有人把它放到網站 就說 The course arrived in the valley Yance Valley 就是 洋子江地區的 就是 江南地區的這個 暴動的這個原因 這是一個 所以你有一本書 叫《湖南人與現在中國》 裡面的封面就是用這一系列的話 其中一本 這是一個湖南的軍官 科的版話 那後來就是引起很多暴動 反洋人的 然後尤其反基督教的 反洋教的 反天主教基督教的 然後呢 引起很多暴動 然後呢這個 後來有個傳教士追到這個 這本書的源頭 然後跟總理各國衙門施壓 總理各國衙門又施壓 他湖南地方的這個 那個應該是 地方政府 我忘記是 湖南那時候是什麼 湖 是哪個總督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總督很為難 因為 這個軍官這個 得到很多支持 可是就是說 中央政府跟外國使節 都施加很多壓力 後來這個人被抓去砍頭 做這個版話的人 就是 看進這個版話的人被抓去砍頭 因為 那是個美國傳統叫 Griff Jones 去追出來 那這個 這個版話在英國的大英 大英博物館跟 大英圖書館跟那個 英國的這個 國家檔案局都有一份 那現在有人把它 翻譯成英文 然後 放在網上 好像是MIT的網站這樣 那 這個你看 諸教腕顏圖 什麼意思 什麼是諸教 各位知道嗎 蛤 蛤 諸在教 對啊我也知道 那什麼是諸教 不是 天主教 諸教 耶穌是主 主就是諸 這是返教的一個說法 所以他把洋人 化成諸跟羊 洋人嘛 洋 洋跟諸是一種妖怪 畜生變成妖怪這樣 嗯 就是洋人呢 把人的眼睛挖出來 然後這些人失去眼睛被挖出來之後呢 不是真的瞎了 而是會盲目的追隨傳教士 所以前面你看 他是做眼科手術來吸收信徒 這些謠言就是說 你看他死這個斜術 把你眼睛給挖了 之後你就盲目的跟隨他 完全受他控制 七神自有神之 你彎人人又彎你 就是你挖人家眼睛 人家也會 有一定會報應人家也會挖你的眼睛 然後死鬼才從鬼教 就是說會去信 鬼教就是基督教啦 天主教 鬼在教 可是教是宗教教 只有中國的這種死鬼才會去信這個鬼教 那光求蝦 蝦末求光 就是說 大家都喜歡光明 你偏偏去追求蝦眼 然後呢 諸教取胎圖 也是一樣 天主教取胎 人人仇不孝有 三機善求生 保佑靈兒下地 無良王八 快掃邪滅鬼 提防諸教七天 就是 他們喜歡接生嘛 可是通常會去找這個 外國醫師接生的時候 往往是已經是難產的case 各位懂我意思吧 所以很多接生的報告就是說 他們拖很久了 找到當地的產婆什麼都沒辦法了 才來找我 那個媽媽已經奄奄一息了 那個胎兒已經是死胎了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救那個媽媽 我就用產錢把那個胎兒給夾稅 一片一片取出來救那個媽媽 他說這是產科最令人不愉快的一種工作 當時有個這個海關醫官這樣報導這樣寫 也就是說 大部分人他不會一開始就找傳教醫師 外國醫師嘛 你可以想像嘛 因為 男女瘦瘦不信任觀念 尤其是 才去找當地產婆 然後男產的case 真的已經絕望才找他 所以他就做這種事情 他只好用這種方式來救那個媽媽 可是就會有這種謠言就是說 他就專門挖 把中國孕婦的胎兒去做藥 那他就說 不曉得我這樣無惑為大 結果信著基督教的人 居然把胎兒拿去給 下一代拿去給外國人 洋人去做鴉片做藥煉丹 那這個教多邪惡多可怕 所以這是反教的謠言的這種 宣傳品 各位懂我意思吧 那為什麼會有義兒團事件 其實是長期這樣一段累積下來 好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醫療傳教 其實他有 他不像我們想像中 我們大部分讀到這種醫療傳教 也來神奏歡迎 然後 你看有馬街醫院 然後呢這個 建立 可是其實他這個過程 其實也有很多衝突 跟很複雜的互動 好 另外一個是外國軍醫 那 他們停留時間比較短 人數變化大 好 從事大量的醫療地質學研究 就觀察紀錄當地的地形 為什麼 因為軍隊駐紮 他要找這個駐紮紮營的地區 要重視當地的地形 氣候這個環境 那我們就用英化聯軍之役來做例子 來講英國軍 軍醫在這個當地的活動 英化聯軍之役這個背景大家都知道了吧 我就不用多講 亞羅灣事件就是一個走私船掛英國國旗 然後被插棄 然後引起這個外交衝突 然後呢 那英國人呢 其實呢 這個事情 那個船 事後調查的船真的 可能真的是華人的走勢 關英國國旗 可是因為英國領事那時候 對於中國 有很多不滿 什麼不滿呢 第一個就是他們一直不讓中國人進廣州 根據條約要進廣州 可是因為第一次亞片戰爭之後 廣州不讓他進去 然後英國一直 中國人一直 清朝聖府一直不讓 清廷一直不讓這個 其實中國人這個名詞有點誤導 我們後面就會知道就是說 這個 當時中國是很複雜的 然後 就是說 沒有今天意義下的中國 這個意思 我們應該要講大清帝國這樣 然後呢 英國一直希望在北京駐紮使節 可是清政府一直很抗拒 天子腳底下怎麼可以讓洋人進來 所以這件事情一直有爭執 然後英國也希望多開放通商港口安 所以就利用把這事情鬧大 然後就出兵 那出兵有耽擱 因為那時候印度正好出現大叛變這樣 可是後來就 57年 進攻廣州俘虜這個 葉民生 把他送到加爾各打 後來他死在加爾各打 然後呢 攻陷大孤砲台 並名天津 簽進天津合約 可是呢 正式要換約的時候 又起衝突了 那清政府不讓他進北京 然後呢 強化大孤防禦 所以呢 使節團的艦隊在 強行通過大孤砲台的時候 中國部隊開火 導致英軍重大損失 四艘船被擊沉 那時候那些醫學紀錄滿有趣的 就寫到那個 哇傷亡很慘重 然後那個 因為 河灘很淺 然後呢 就是說有些船 擱淺 然後人陷在那個泥灘 然後再被那個砲口掃射 然後呢 在船上那個 麻醉藥都用完了 手術很困難等等 是諸如此類的 然後死傷慘重 那時候很多謠言 英國也有很多謠言 所以不是只有中國人謠言 那時候謠言說 傳說在大孤砲台上看到那種皮毛帽 所以懷疑是 有俄國人的砲手在那邊 因為那時候俄國在英國 英國在阿富汗那邊 局勢緊張 在印度西北在爭霸 所以他們說 有俄國人秘密派砲手 所以這個清 不然清軍以前 這個發射砲彈都不準 怎麼這次會打這麼準 那 後來就第二次英法聯軍 就用兵 然後呢 那這一次有趣就是說 英法聯軍第二次用兵 是發生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克里米亞戰爭 因為英國的這個衛生醫療 受到很大的批評 所以在那次 英法聯軍是他第一次 他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聽過南丁戈爾的故事吧 那就是克里米亞戰爭 南丁戈爾去克里米亞就是說 批評很多英國軍隊的衛生不好 醫療 醫療這個設施不佳等等 所以 英法聯軍第二次的英法聯軍之一是 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的軍事改革的一部分 軍醫改革的一部分 可是其實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就是說歐洲從16世紀開始有軍事革命 開始有常備軍 然後呢 開始強調這個軍隊的理性管理 然後18世紀有死亡率革命 18世紀歐洲社會的死亡率一直往下掉 那這個有很多解釋 包括衛生啦 包括這個所得增加 包括營養改善等等 那另外就是說 克里米亞戰爭之後 英國軍醫改革 那歐洲到16世紀時候 因為宗教 以及各種因素呢 戰爭不斷 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戰爭等等 所以呢 各國開始取代常備兵 以前歐洲軍隊主要是傭兵 僱用的 一個國家軍隊可能都是外國人 可是呢 16世紀之後呢 開始 各國自己 自己的常備兵增加 然後武器跟裝備訓練精良 所以呢 常備軍導致 對士兵訓練要求提高 軍事科技演變成 操作武器跟其他軍事設備 需要更多的訓練跟成本 所以養軍隊變得貴了 訓練一個軍人的成本變高了 所以軍人開始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以前傭兵就是買來用 顧來用 打死就算了嘛 可是現在是 你自己的國民訓練成為軍隊 所以 另外一方面 18世紀以來政治經濟思想跟商業理性 都認為 士兵 人的死亡 國民的死亡是國力的損失 是經濟的損失 那這是重商主義的 國力跟人口有關 人口的多少跟健康程度 所以呢 國家越來越不能接受說 軍隊裡面 疾病啊 這個死亡率很高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18世紀這種人道思想的興起 大家覺得 哇 這士兵不能 他在幫我們 我們自己國家的國民是士兵 他幫他打仗 你不能給他這種很差的醫療 讓他在這個 很惡劣的環境下死亡啊 感染疾病啊 不必要死亡 這是人道上不能接受的 這種想法是18世紀才開始 是組建成為主流的 以前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開始把士兵視為重要資產 然後 另一方面 就是經濟的這種管理的理性跟管理方法 也被引進到軍隊裡面去 那也影響了這個醫學事務 所以呢 戰爭變得更加的理性化 理性的管理 那講求效率 然後呢 數字管理 然後呢 講求紀律 那 軍醫在這裡面其實扮演相當的角色 就醫學如果出現這個理性化 減少浪費 降低士兵因為疾病跟受傷而死亡 導致部隊跟國家資源浪費 運用醫學知識來將人員跟物資標準化 比如體格檢查 為什麼長得太高人不要當兵 太矮人不要當兵 即使他身體功能都正常 為什麼 因為我的設備跟制服這些東西都要標準化 我為了你一個人 來調整這個東西 對我資源的分配是不值得的 你懂我意思吧 以前是病疫檢查 太高人不用當兵 你知道嗎 身高太高人不用當兵 其實他是完全健康 完全健康 為什麼 因為從一個 人口管理的 群體管理的這個理性角度 我用一個某些特例 來準備這些設備跟服裝等等這些東西 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要大家 軍隊的那些床 制服 槍械 都是一定規格的 我要為一個太高太矮的人 來特別設計一些東西 買一些東西 對我來講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所以開始有這種思維 這跟醫學是有關的 體格檢查這種想法 其實最少人體的這些資料 統計是在軍隊開始的 平均身高 胸圍這些都是軍隊開始的 然後食物補給 那時候花很多時間在討論 要怎麼樣 讓部隊吃的營養 有足夠體力又最便宜 軍醫在討論這些問題 那所以呢 還有就是維持士氣 就是 假如說我受傷得不到照護的話 軍隊士氣會差 可是呢 也要抓裝病自殘的逃病 裝病是軍隊面對的大問題 很多人裝病 不可能上戰場或自殘 把自己的手指都切掉 不可能去上戰場這種 那軍醫要負責來抓這些人 維持紀律 所以呢 你在這個 英法聯軍他們花很多時間在討論 怎麼樣 其實你去看醫學報告 很多不是這種 什麼 急救醫學啊 什麼這些像什麼 柯P講啊這些什麼 很先進的這些東西 不是 很多在談很瑣碎的事情 怎麼確保新鮮食物啦 然後呢 要預防敗血症啦 要怎麼讓他們得到這個 新鮮的蔬菜水果 然後 一天要讓他們吃多少才是合理的 然後呢 很有趣 要穿法蘭蓉 調節體溫 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氣候 變化很大 士兵容易生病 還關很多啊 就是說 他說有些想法先覺得很怪啦 比如說什麼 很像傳統醫學什麼 行軍之後流汗不可以馬上喝冷水 你們有聽過這種想法吧 流汗最好不要馬上喝冷水 很像中醫的觀念吧 那時候的軍醫也有這種規定 還有要監督士兵每天要洗澡 諸如此類的 還有就什麼 行軍之後流大 全身發熱的時候 不可以用冷水沖腳 這種 今天看起來是有點像傳統醫學的觀念 可是有很多就是說什麼 什麼去戰兆之前要吃餅乾喝咖啡 軍醫也管到這個東西 不然他容易罹患瘧疾 因為那時候認為瘧疾跟瘧疾有關等等 所以要加強他的這個身體的這個體能 改善他體質這樣子 不要感染瘧疾等等 還有就是不要曬太陽 他們覺得那時候很怕曬太陽 他們覺得那時候那個中暑 他們叫Sunstroke 認為曬太陽太多會中暑 然後歐洲人尤其認為他們皮膚比較白 到了這個太陽多的地方 會曬太陽對他們的體質會造成傷害 他們到中國或印度很多地方很驚訝就是說 當地人有時候不戴帽子 居然曬太陽都沒事 所以他們有些理論說 因為當地人的頭皮膚顏色黑啊 頭髮比較濃啊 還有頭蓋骨比較厚啊 所以不會受到太陽的傷害 不過頭蓋骨比較厚 腦容量就比較小 所以他們都不如歐洲人比較聰明這樣 還有喝酒的問題 他們管什麼都記入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喝酒 部隊在外面很無聊 要常常會忍不住要去喝酒 其實男生也會去當兵就知道 部隊最大問題就是 之一就是阿兵哥喝酒的問題 很多意外傷害都跟這個有關 就跟台灣的酒駕一樣 那在部隊這是另外的問題 有槍的話 有這些東西的話 喝酒常常會出事這樣 那他就說 常常有中國人來賣三燒酒給他們 然後即使他們提供比較好的這種不如好酒啊 他們還是會喝這種 阿兵哥還是喜歡去喝三燒酒 什麼叫三燒酒各位知道嗎 其實今天從我講的白酒 三燒就是蒸餾三次 燒三次 所以是很烈的烈酒 然後 有四十個多個預關跟這個 還第一次設置衛生觀 這是克里米亞真正之後的改革 然後呢 所以呢 比如說討論在香港 先附隊在香港集結的時候 要待在哪裡啊 他們第一次發現九龍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就在印法聯軍戰役之前 然後就是 軍醫官建議的 然後呢 周三島 他們認為 周三島是一個很不健康的地方 第一次亞聘戰戰就死很多了 可是為了戰 戰略的考量 他還是要佔領周三島做補習戰 所以要怎麼去克服這些問題 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這些問題 這是他們在九龍的這個 那邊的 這是在香港本島的軍營 這個建築物現在還在 可是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是個官方景點 那這是九龍設施的軍營 然後呢 比如說他們 講說中國人的房子設計怎麼樣啊 不鋪地毯讓他們受不了啊 諸如此類 反正很多很瑣碎的觀察 可是就是說這些觀察 基本上都跟他們想像中的 那時候的醫學理論有關 就是說 不鋪地毯 地面的臟氣可能會影響到健康 還是相信疾病臟氣說 他們認為中國氣候很不好 他說天津 這個漫長到冬天很寒冷 夏天比熱帶還熱 那人家說北 他們也說北京是這樣子 北京是什麼 夏天像西飛 冬天像極驅這樣 那 那比如說天津很骯髒 街道狹窄 挨舊 ガ東 撐牆 巷 車 公共廚 公共廁所 人在身邊水地便秘 牆角被人堆毀 然後 護城河 丟棄垃圾跟 牲口死海 所以你從那邊可以看到很多關於中國當時衛生狀況的一些報導 這些軍醫是很重要的記錄 什麼分場附近 屍體也埋不良 腐敗的屍身透露露在路面 草襲包裹的銅屍不時可見 什麼看到狗叼著陰屍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從那邊 他們做很多這種公共衛生的這種狀況的調查 所以這些軍醫的報告 你可以從他們可以了解到很多當時中國的這個環境的一些狀況這樣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說 他們有時候是帶著有色的眼光來看就對了 還有當時的醫學理論 所以他們在意的東西跟我們這邊在意的東西很不一樣 我們就會覺得有沒有鋪地藏很重要嗎 是有事嗎 但是他們覺得有沒有鋪地藏是 影響健康關係很大這樣子 因為他們相信地面的瘡氣增上來會讓人生 這個地面產生的瘡氣會讓人生病這樣子 所以呢 最後就是說他們花很大時間談那個後送 其實49世紀的這個軍醫很強調這個軍隊的上犯後送 有人在分析這個英法聯軍之意 就是說中國跟英國的勝負 其實你說清軍人那麼多 英軍人那麼少 英國人為什麼會贏 當然我們會講說 因為他們船間炮力嘛 步槍射得遠 然後呢這個鐵甲戰船火炮比較強 可是其實後來發現不只是如此 他們的情報收集跟運動能力都比清軍強 所以他們分析就是說 由於他們的資訊傳遞速度快 運動速度快 所以其實實際在戰場上交戰的時候 往往英軍的人比中國的軍隊還多 比清軍多 因為中國雖然有大軍 可是就是這樣拖拖拉拉的 在第一線的世界人沒那麼多 可是英軍很快就可以集結過來 然後優勢的活力馬上就殲滅對方 那醫療後送也是一樣反映這個 克里米亞戰爭最大的問題 就是醫療後送的問題 因為他們戰場在海的這一邊 醫院射在海的另一邊 常常海象不好 後送很大問題 所以在這個英法聯軍之意 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後送 譬如說義護船很重要 因為中國的道路崎嶇不平 但是江南有很多水道 船走的話又很平穩 傷患比較不會顛破 所以船很重要 那比如說 野戰手術箱要怎麼分配 裡面要有什麼設備 他們花很多時間討論這些東西 還有呢 他們徵召很多中國苦力 其實這場戰爭 也是中國人打中國的戰爭 就是說他們在香港徵召了 三千多名中國苦力 然後訓練 那因為當時在香港 很多人有謠言說 他們要把這些苦力拿來做人肉盾牌 要放在第一線 他說所以 大部分人聽到英軍要爭苦力 他說薪水還不錯 可是沒有人要 所以後來他們徵召道人 他說都是香港最 社會上最不好的一些人 社會底層 他說是人渣這樣子 英國軍隊 英國軍官都說是人渣 他說這些人渣呢 降低非常多 因為這些人 平常就是社會的罪犯這樣 然後呢 他說搶劫啊 偷竊都 整個犯案率都減少一半以上 然後他說這些人呢 常常在這個軍營裡面偷襲鴉片 然後軍官要查氣都 防不勝防 可是醫官說 還好防不勝防 因為突然間叫他們戒斷的話 他們可能會死掉這樣 因為有癮的話突然戒斷 然後 可是他說 他說他們在戰場上 發揮很大的功能 他說 他說他們呢 敏捷勇敢的扁單兵 因為拿著扁單挑東西 他說 在炮火下 抬回受傷的士兵 或是劫掠財物 都表現出 堅韌勇氣跟敏捷 他說 他們很高興 能夠參加英國軍隊 因為他們是南方人 能夠去打 打這些北方人 讓他們很高興 然後他說 他說看到這些 矮矮的南方 中國南方人在 拿著這個武器 然後 恐嚇這些高大的北方人 然後叫他們把財物 什麼都交出來 那個景象 真的是很 很特殊的一個景象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大興帝國 那個南北 或者漢人跟 騎人之間這種 蠻人之間的這種矛盾 其實 在這個戰爭當中 也都呈現出來 然後他就說 船特別 醫療船特別有價值 然後 不能要爭吊木船等等 要用爭氣船等等 然後呢 比如說用轎子來 運送傷兵是最有效 要比用馬 什麼 馬車都還好 在中國的環境 所以這樣 花很多時間 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跟各位 講這些細節來講 就是說 從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興帝國跟 英國 的差別 我們只講到殘權泡利 可是你從軍醫 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不只是醫療的差別 還包括組織管理上 就已經很大的差別了 所以當你在想說 為什麼 鴉片戰爭或櫻化聯群 這個勝負懸殊是怎麼樣厲害 你看到醫學 也可以看到一些道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吧 醫學跟社會是分不開的 醫學不是只有科學知識跟技術而已 它跟社會的組織是有關的 跟一個社會的狀況是有關的 舉個例子吧 就是說 像這種討論 英國他們在討論說 到底應該在軍隊用 總醫院還是軍團醫院 它這個辯論就跟 醫學理性化有很大的關係 總醫院是什麼 部隊在前線 然後後方設置一個比較大的醫院 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樣子 隔著海設立一個大的醫院 那所有的治療都在大醫院進行 位置固定 那冰團醫院是 每個冰團有它自己的醫院 不設總醫院 比較小設備比較簡陋 但是可以隨著冰團運動 哪個比較好 大家開始爭論 是到底醫院跟著冰團走 然後設備比較簡陋比較好 比較簡陋 不能處理太複雜的問題 還是有一個設備很好的總醫院 才是離軍隊比較遠 你們覺得哪個比較好 其實軍醫到後來就是發展出很多後送迅動 我們今天講什麼ambulance 柯P不是最喜歡講說什麼 疏散的問題要怎麼辦嗎 後送的問題怎麼辦嗎 對不對 大巨蛋那個什麼疾難要來什麼疏送 他不是最關心這些問題嗎 消防車過不去 巷子裡過不去怎麼辦 這些問題在18世紀的軍隊最早開始討論這些問題 是最早開始討論這些問題之一 當然他們不是講什麼疏散後送 他們不是講什麼ambulance ambulance其實是後送的意思嘛 要用什麼交通工具 我資源要怎麼配置 這些問題那時候就開始討論了 而在軍隊是最早討論這些問題之一 因為它是集團的戰爭的狀況 總醫院是說病患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治療 那這些醫院也可以成為研究中心 醫師可以有系統觀察病患紀錄 所以很多醫師是支持總醫院 因為他一邊治療還可以一邊做研究 兵團醫院系統支持者 醫院在兵團可以及早治療 一受傷又治療 不用送那麼遠 然後呢 而且呢 兵團的軍醫對士兵的體質 跟身體狀況比較熟悉 因為他跟著士兵走 所以呢 大批病患集中在總醫院 早是熱病的流行 熱病我們先講傳染病 一大巡人集中在一起 容易傳染疾病 而且大進醫院耗用太多人力資源 缺乏效率 終於造成浪費 那上兵在兵團呢 原單位管理機率比較好 總醫院脫離原單位 往往很難管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醫學跟管理的之間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你要怎麼做 跟管理問題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很多總醫院是由大學學歷 醫師資格 劍橋牛軍畢業 醫師主導 不見得是繼承軍醫 有時是民間招募來的 而兵團醫院很多是這種外科 學徒制出來的 在軍醫系統學徒制上來的 然後治療技能是從作用中學的 所以這個衝突很有意思 那到後來英國是採用軍團醫院 這象徵的軍醫 本身變成一個專業化的過程 獨立於這個民間的醫療體系的過程 可是呢 他也是 可是在鴉片這個 英化的軍藥採用總醫院 那不是因為他倒退 而是因為那時候的後送組織 已經可以做到用總醫院 還能達到有效率 可是天津的英國軍醫院 是兩者者中 他有個總醫院 可是還是有原單位的軍醫 來管理原單位的士兵 才能維持機率 所以我們在這個 軍醫是比較常被忽視 可是你可以看到 英國的 這些外國的軍醫在中國扮演 做一些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現代史當時的一些 清帝國這個國家的性質 跟大英帝國 兩個帝國 它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那個醫學 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大概沒時間講 可是我們就先講這兩個部分 就是傳教跟軍醫 那我們今天講這個課呢 早期 我們就是說以後 我想劉勝雄老師 還會講這個建立醫院 教育體系這個部分 所以我就不多講了 可是就是說我們今天講這個課 就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看這個醫學史 你看到的不只是醫學的知識 或發明的歷史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 社會的狀況 文化的狀況 宗教跟醫療怎麼結合 又引起什麼問題 然後為什麼一個好的善意的傳教士 來做這個 他們帶來認為他們是比較好的醫療 免費的慈善醫療 會引起衝突 文化 宗教還有政治局勢 會有什麼影響 而軍醫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軍醫好像是一個 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個冷癖 以而好像一個很 一般醫學史 其實除了這幾年開始改變之外 一般醫學史以前很常講軍醫 可是現在越來越發現 軍醫在西方醫學的新奇過程中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跟這種理性化的管理 還有處理這種大群人口的健康問題有關 很多公共衛生的做法 是現在船海軍陸軍發展出來 又帶回到這個 英國的民間社會平民社會這樣 而從軍醫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為大英帝國這種理性管理的 軍隊組織方式 跟他的軍醫有關係 跟他的社會組織都有關係 而你從這裡 如果你熟悉清 清朝的這些組織方式 你可以做個對照 你就可以了解 這兩個帝國的差別在哪裡 那為什麼會出現衝突 或者為什麼衝突後 結果是一方一敗塗地 你看這些組織的哲學 背後的原理管理方式 這些事情 不是只有科技或科學知識而已 背後還有一套這些 組織管理的思維 這種所謂理性化的思維在這裡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今天就是來跟各位帶這個課 因為劉老師他臨時有事這樣子 那接下來後半段還是由助教來帶大家討論這樣子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